第二个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这是第二个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 然后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怎么样建设 谁都没有经验 所以就跟着感觉走 结果这一走 走错了 所以这个时期又叫探索时期 十年探索 探索时期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 我国进入了探索 社主义建设时期 有成功的探索 也有失败 有成功有失败 五六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 提出 国内的主要矛盾 是革过这些个 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 革过这个 就是句号后边 先进的社会制度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国内的矛盾 是应该抓什么了 生产力 抓经济 党和人民 当前的主要任务 是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探索是正确的 可惜路线并没有贯彻 如果说八大的路线贯彻下来的话 我们从五六年搞经济建设到现在 如果我们搞了五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的话 你想咱们经济发展水平 也难说 要五多年搞计划经济 那说不定跟北朝鲜一样 也难说 但是你要是一直搞经济建设 结果你五六年到七八年就没干正事了 搞了二十二年的写计斗争 你到现在为止 你甭说你 咱要是一直搞经济的话 咱甭说亚洲四小龙 四小龙咱可能赶不上 四小虎没问题吧 最起码咱能跟马来西亚 什么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你跟这个国家能比一比吧 泰国 四小虎 现在你这 咱四小虎现在也扯了 金融危机之后97年亚洲风暴也下去了 但是他 你到哪些国家你看看去 他整体水平不高 但是城乡没有差别 城乡没有差别 全民均富 他不像咱们 北京是欧洲 贵州是非洲 咱们中国城市像欧洲 农村像非洲 北京是纽约化 然后贵州就刚果化了 他不是那样 他不是那样 所以你看中国 什么浙江 江苏 沿海省份 广东 你看他富裕不富裕 你关键就看什么 农村 高速公路两边的农民住什么样的房子 人家农民的房子都是跟北京的公共厕所似的 贴着瓷砖什么的 不锈钢的楼梯 那真富裕 你到西北你看看 砖房都没有 土坯的 土坯的 那么贵州全是那草房都那了 连砖房都没有 好了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中共八大一探索 我们要搞经济建设 毛东同志下令 搞经济建设 1958年 中共八大二探索 提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干了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没错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完蛋 多就不能快 好就不要省 对不对 你这互相矛盾嘛 你多了就不能快嘛 好你就别想省 你给我两千万人 老师给我盖一三百米的房子 两千 盖三百米的房子 能盖吗 能啊 冰箱盒和报纸啊 对吧 我拿冰箱盒和报纸给你盖 三百米啊 你说你给我两千万 黄金大利石啊 对不对 所以你好就不能省 多就不能快 你让我十分钟洗一万个土豆 你自己相信 对吧 我拿皮管的拉一揪 你还质问我为什么不削皮 底下那层还没诗呢 你还问我不削皮 对吧 再者说这个 好跟省你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反正我知道中国的建筑肯定都省 要不然为什么一两年就塌了呢 它肯定省 省是没问题的 那好是不是看不出来的 那好看不出来 省能看出来 对吧 但是多跟快是可以看出来的 所以后来就是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就一定要怎么着 有速度 有速度 要快 快成了压倒一切的事 因此 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毛泽东一辈子就出过两回国 还都去了苏联 第二次去苏联赶上 这个国际大嘴巴 赫鲁晓夫执政 这种人叫IBM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IBM 国际大嘴巴 一般就是独裁者 都是这种国际大嘴巴 张嘴就说吧 民主国家 你能干瞎说八道吗 你总统瞎说八道 你就怎么样 下台了 他这种国家 谁敢献上他 所以赫鲁晓夫说 毛泽 我 我们苏联 15年就赶上美国 80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受刺去了 我们受了一老大 15年赶上美国 我呢 15年要赶上英国 因为当时英国是资本里老二 所以受了一老大赶资本里老大 受了一老二赶资本里老二 我们15年要赶上英国 毛泽同志回国之后 我们15年赶上英国 我省提前三年完成中央的号召 我省12年赶上英国 上楼号者下鼻声言 我是提前三年完成省里的号召 9年赶上英国 我限6年 我乡三年 我村今年 你村有一个人知道英国在哪吗 那无所谓 不知道 用不着知道 反正我村今年赶上英国了 英国什么样你见过吗 用不着见 用不着见 所以这一稿 这一稿 完了 大跃进 片面要求大半工业 大半农业 粮食产量 这个人有多的胆 地有多的产 然后这个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 中国农业号召全国人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个数呢 毛泽东后来也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 他说中国三年要超过英国 小小的英国 马上就完蛋了 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所以我们三年要超过英国 那三年超英国 当时工业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看什么 钢产量 咱们不就吃了这亏 打不过人家 所以现在要练钢 那么57年的时候 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 英国大概是2000万吨 我们三年要赶着它 这得年年干嘛 翻翻 所以58年我们要达到1070万吨 59年2140万吨 英国的增长速度达不到这么快 我们就超过了什么 所以毛泽东提出来 1070万吨钢 问题是老人家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 这个八月份他提出来的 共产党在北戴河下都召开什么会议的时候 毛泽东提出来 今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 大家傻了 这一年过了三分之二了 您才想起这事来 对吧 而且就是当时产了多少呢 产了600万吨 你看八个月就比这个怎么样 多了这么多吗 完就超57年是板板的 但是翻翻非常怎么样 困难嘛 对吧 他已经过去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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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分之二了嘛 对吧 他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了嘛 你再往后算 就今年八九百万吨钢应该没问题 1070万很费劲啊 那大家说就困难比较大 伟大领袖说了 人民解放战争 就是依靠群众啊 发动群众 你不完全是靠解放军嘛 对吧 为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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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练钢就一定在钢钢铁厂上 于是群众就被怎么样 发动起来了 农民不中力了 干嘛 练钢 在地里拿泥 雷炉子 练钢 哎 你你见过这泥炉练钢的吗 对吧 然后这个 哎 然后这个什么 烧什么玩意儿 燃料 烧柴火 汉朝就知道 拿煤当燃料 到本朝居然烧柴火 对吧 我对自然科学也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柴火多少度 它能 它烧最高能到多少度 几百吧 钢得多少度化 最起码的一千往上吧 你拿柴火炼钢 那炼头不就是废渣子吗 那玩意儿 哎 然后几千万农民 干这了 庄家不收了 就不种了 来年的庄家不种了 跟那干嘛呢 炼钢呢 炼钢呢 然后这个这个 成千上万亩的森林就被罚掉了 严重破坏植被 学生不上课了 炼钢 炼钢 在这个院子里 学校操场 炼钢 小土群 小高炉 土法上马 群众运动 九千万人跟着炼钢 全国就干了一件事 就炼钢 整个国家围绕着炼钢转 哎呀 这个 你说可以烧 烧柴火 没有原料啊 怎么办 锅 铁门 铁窗 勺 把这个炼成钢 你练完了钢不就是做门做锅做勺吗 他现在已经是门是锅是勺的 你非得炼成钢 是吧 我非得炼和你看看他到底是啥 你这个玩意就中国人民太幽默了 最后炼了1108万吨 超了38万吨 能用的800万 剩下的308万就是废渣 完全不能用 800万是哪儿炼出来的 钢铁炒 钢铁炒 就是原来该怎么叫做 你发动群众 几千万群众 九千万人折腾弄出308万吨钢 渣 原来是锅 是勺 现在连勺都做不了了 你要拿他做勺 穿饭的绳呢 是吧 是吧 你补铁 你男啊 是吧 你补铁 是吧 是吧 结果这个 有的地方放卫星了 说这个 我们这儿亩产啊 玉米达到一万多斤 玉米一亩地应该多少呢 六七百斤 他告诉你一万多斤 他一放卫星 这个有的地方不服了 河南首先不服 算个屁 我们这儿小麦三万六千五百斤 是吧 这个三万多斤小麦 小麦一亩地多少斤呢 彭德怀元帅 在家自个儿种了一分地 对吧 他打了九十斤 他说别的农民绝对没有我这么好的条件 我是弄的最好的种子 精心的伺候他 我打九十斤 说农民要种 也就是 九十斤的话 那一亩地就九百斤 他说农民就是四五百斤 结果当时河南说三万六千多斤 广东说这算个屁 我们这儿水到 十三万斤 九个十一岁的小女孩 还是十一个九岁小女孩 站在那个稻缩上啊 人民日报照片啊 他站在那稻缩上 掉不下去 他全公社都拔了 插在这一亩地里 他当然掉不下去了 最后这粮食就全怎么样 全烂了全死了 你想想你把咱全大炸 人都集中到那屋里 你不死有鬼啊 对吧 你不死有鬼啊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他的结果 结果 往下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 导致国民经济混乱 59年到61年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原来这个御用文人们广的叫三年自然灾害 现在这词不用了 不是三年自然灾害 那完全是什么灾啊 人灾嘛 刘少奇就说了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所以他为什么文革被整了 他就说完了 那是人灾 不是自然灾害 你自然灾害地震哪年最厉害 还是汶川 反正这俩地震最厉害吧 那些年哪有什么大地震 洪水哪年最厉害 98年嘛 所以你那个 你想你这个 你那年有什么自然灾害 完全就是有计划的挨饿 按照西方人说 河南很厉害啊 民兵把着路口 不让老百姓要饭 老百姓全怎么样 饿死了 饿死了 保守的估计 这三年饿死了两千万 八年抗战是一千八百万 你说这一千八百万都是日本人杀的 就算都是 八年才一千八百万 战争状态下 您这三年和平状态下 人灾啊 就造成了两千万人活活饿死 保守的估计 现在这个数你到处说去 国家没有 承认 也绝不反对 没人找你麻烦 说饿死两千万人 没人找你麻烦 有的说是四千万 外国学者研究 他说是四千万 你就查中国人口年鉴 每年的正常死亡值是多少 然后五八年多少人 到五九年剩多少 六零年剩多少 六一年剩多少 你刨去往前的正常死亡数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就饿死了 那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你人口年鉴你得公布 前些年的人口年鉴 这三年是空白 他就不给你公布 现在公布了 那很容易就算出来 所以历朝历代 最惨的就是 这个时候 因为这农民 他也地位也比较低 现在也没有人 为他们讨皇公道 你说这几千万人 你一人赔一百块钱 这多少钱 你这多少钱 也没人敢 你没有任何赔偿 没有任何赔偿 像蒋公在台湾 五十年代 说白色葛珠 蒋公杀了四千多人 四千多人 今天马英九 国民党 一家六百万 那么赔 国民党把挡住大楼都给卖了 就赔他赔钱 你说这几千万农民全饿死了 你甭说一家六百万 一家六百块 完了 两万亿外汇储备 耗尽 没法办 所以 面对经济困难 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程中的左倾错误 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 六二年起 经济恢复发展 到六五年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 基本完成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发发现了大庆油田 知道这事都完了 然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史无前例的